哇 哇 哇 这个退股你看 叫花鸡的感觉裂开了 里面是索粉的肉 徒手撕开 哇塞的伴伴们 大家想让我来东北测评一下烟熏烤肉 今天我们今天来到了哈尔滨 那我每个城市的基本上会选个两家店 这样那个测评比较公正一些 那么今天选了哈尔滨的第二家店 你好你好 然后它们的炉子是放在室内的 烟从这出去 它下面温度是100多 上面温度是200多 哇 这个是牛羞 这个是烤我 这个是小排 这个是大排 哇 香肠猪类 虽然他们炉子不多 但是肉烤的满满的 哇 我腌的已经流眼泪了 炉子的包浆程度也看出来 你们做了多少时间 我们已经开了两天 木头是用的什么木 也是蜜植木 目前好像国内大家全用的是蜜植木 然后它炉子是 这要打开它就烧 风进去它就火会大一点 肉烤好之后就在这边醒是吧 对 它们有保湿 还有保湿作用 这个焦层感觉可以 上面就是黑胡椒盐 对 但我加了一点的 葱葱粉和酸粉 哇 哇 每天吃我还每天馋 来来来 切个一片厚的就行了 这块肥一点 对 这块肥一点 好好好 上海那家店我学到 就是它横切完之后 它肥的部分是再横过来切 这块肥好吃 对对对 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眼肉盖 眼肉盖是最精华的 的确好吃 哇 这个货都可以 哦 怎么跟汤水一样的太棒了 好 就这一片嘛 这看起来就很棒啊 每个牛看 这一块已经开始发金光了 说明这块肉真的不错 哇 这我定的恐龙骨 这个恐龙骨感觉很棒 特别湿润 你考了多少时间 是四个牛骨 行呢 行 就是我基本上都是在炉子里面行 过夜 辣估计绝对辣 解答可以 我来一下这个 这个我们国产自己的 这个是我今天点的恐龙骨再配一块牛熊 然后这个牛熊你看就上来这么一点功夫 已经完全的变金色了 所以这牛肉不错 用的什么有 好 我们一句话从牛熊肉开始吃了 我挑的一个是肥的部分 这个牛熊肉你给你们看一下 就基本上快拿不住 第一口来 观众老爷们吃 这个味道全对 昨天剩的半瓶酒 把它喝完了 第一口来 我觉得这个肉 它吃起来那个 烟熊味入味都很足 然后他们的酱呢 配了三个酱 老板说这个是他们自制的 美式甜辣酱 来一小口 哇 这碗肉好吃 我觉得稍微咸了一点点 咚咚咚咚 咚咚咚 算 来来来来 来一口 我觉得这个酱还是不错的 就比较解腻 来我们最后一口 解决它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肉吃起来 真的有一种就是 烟熏烤肉的基础上 加了一点我们这家 没太够肉的那种感觉 真的好像 因为这两个我都好喜欢 然后那个肉就是很赖 很酥赖 好吃 烤龙骨的那感觉 咚咚咚咚的 焦黑的那个程度 我觉得也是对 来看看退果的程度 这个退果 哇 轻轻松松 这个肉啊 有一种外面是那种 叫花枝的感觉 裂开的 里面是纯粉的肉 我觉得是完全对的 徒手撕开 哇 里面这个粉色的程度 就明显是感觉到 是低温出来的 我们原汁原味的来一小口 这个味道 我觉得对烟熏烤肉 就是还原度做的很高 老板做的好吃 嗯 鲜鲜味 入味甜度 然后再次 肉的酥烂甜度 全是组合我的审美的 然后我个人觉得稍微咸了一点 是不是你腌的时候也胖多了 对我来吃 可能再降个百分之二三十就完美了 这一块了 因为你又腻啊 又咸 你吃后边就吃不多了 很棒很棒 最好在哈尔根还是吃到了地道 我很怕两家都不练 还是很开心的 然后我们尝一尝老板自己的这个黄芥酱 我都看到那个紫了 这个紫是那个黄芥的那个紫吗 成品酱是完全去紫的 这一口我吃了 因为我吃过了 就不给你们吃了 这味道 老鲜酒啊 剩下的咱们手撕一下 这个肉真的 这个完全对了 你看这个酥烂成功 把它脱骨 就下面的筋膜也是能捣碎的 所有的肥肉 所有的瘦肉 全部捏在一起 这面包我已经看到了 它是一个半成品 鱼鱼甘蓝 端黄瓜 来一点黄蟹酱 甜辣酱 还有个番茄酱 我就不吃了 把它盖上 我们来一小口 你吃到好原肉 我还是很开心 来喝蒜 杯葱酒 这个汉堡在他店里喝58块钱 路纸很58 东北喝完 来的时候得喝点皮再透一口 这皮酒好香啊 太爽了这一顿 剩下的咋包 老板就算了两根骨头 一共今天消费是796块钱 然后那个牛兄他就算送我了 怕冰两家店 接下来我个人认为这一家店 我是会第二次来的 而且那个感觉 包括那个用心的程度 包括整个肉的 那个德州烟熏烤肉的那个口感 就还原度都是很棒的 我觉得都可以算国内 时下来第一季队的这种口感 大家想让我测评哪个城市的烟熏烤肉 那评论区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见 拜拜